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 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KF94渔行定位口罩机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来看 速度是80到100片每分钟 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定位 那我们定位的意思呢,就是说 每一个口罩,我们如果你有花纹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定位口罩机 那定位之后呢 它会确保每一个花纹就是在同一个位置 如果你有印花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印花的话 就不需要用到定位口罩机 那首先呢,我们会来进行我们的样品的一个展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成型的口罩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纹 所有的都是在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耳带焊接点 这个耳带焊接也是非常牢固的 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测试 然后我们的鼻梁条 这个是鼻梁条的部分是可以调节的 那它的印花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印花 那我们可以看到 配戴在脸上的一个效果 它是非常的立体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花纹的话 它也是非常的时尚的 适合所有人去配戴 那么这就是我们口罩药品的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呢,我会介绍我们的口罩机 那首先呢,我们会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机器外观 然后我和工程师会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然后为我们介绍机器的区别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料价的部分 我们料价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这个是我们组成的膨胀轴 膨胀轴 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 它用来是另一个,是用上部 我比较容易操作 就是说把这个松了 这个布就可以拿下来的样子 然后把它紧了 所以我的布就固定了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它带磁粉的 磁粉 对,可以调节那个张力 那个旋转刹车这样子的 旋转刹车啊 对 它那个磁粉的 所以是每一种布料都要用一个是吗 对,每一种布料都要用一个 那这个布 我看这个布也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布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个布是另一布 另一布就是说它有图案啊 它要定在哪个位置啊 就可以调节嘛 就是说要保证每一个口罩 它要是一样的图案 在一个地方 对,在同一个地方 拿出来口罩才好看吧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那个棚胀轴的 旁边主要的调节器 调那个张力的 那如果张力调的太大了会怎么样 调了它自己的就很紧 就转不起来的 哦,转不起来 对,转得很紧了 很受力 那如果调的太小了呢 太小的话就会很松 很松动就是 那一般是调什么样的数值比较好 一般的话是调那个20左右 20左右是 对,20左右 不超过30 不超过30 它30就很紧了 哦 那我看到这里我们也有揪片仪 那揪片仪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 揪片仪它只是要固定那个布的位置 左右的位置 这里可以调节 它这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嘛 可以调节的布的那个左右摇摆的位置 嗯哼 那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嗯,这个是吧 灯光对 这个是光圈嘛 哦,它是感应的 它是感应的 感应这个布的 感应这个布 对 哦,就是它调固定死在一个位置 如果这个布走偏了一点点 它又会调过去 对,它自动的调节回来 哦 那我们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看我们的这个切饼梁条的这个 嗯 我们的切包一般是使用了什么材料呢 切刀啊 嗯 使用的是那种 钢钢吧 啊 钢刃那种 那这个切包大概啊 使用寿命长吗 使用寿命大概是 两正常使用是两个月 正常使用两个月 对,它切到一度 两个月之后就煎 你如果不是很锋利 就建议客户更换吗 对对对 哦 那它是属于一个一笋键吗 对,属于一笋键 它切刀属于一笋键 哦 那我们这边 这边这三个齿轮是用来干什么的 三个齿轮是来压那个 压那个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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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花吗 硬花,压硬花的 这个是切 这个切边的 这个切边的 这个是硬花 哦,这个是硬花 对 那客户定死逗狗一般是在 第一个轴这里吗 对对对 Logo一般都是第一个轴这里 这里 Logo的 哦 哦 哦 那 那我看到了 那一般这个是采用一个多少 K多少瓦的超声波呢 超声波一般采用的话 它15K2600瓦的 哦 所以我们是用的一个15K2600瓦 嗯 OK 哎,我看我们这里用的是四伏电机 对,四伏电机 哦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四伏驱动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看有些反正是不一样的 有些它不用的话 我们用四伏电机的话 比较实到的作用就是 调起来比较简单 不用去 就像是螺丝啊 干嘛 直接就是说 在屏幕上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对 改参数它就 那位置就会随着参数改变嘛 哦 就是说用四伏的话 它就不需要拟螺丝 它直接就在屏幕上调节 对对 哦 那这个很方便 对 这个比较方便 那这个废料回收装置是吧 对 这个废料 那我们这个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 哪一个这个啊 这个是 呃 折回来的嘛 两边折 反反折回来的嘛 折来成形的嘛 折来成形 然后它就折成这样子 对 就折成这样子 啊 它就主要是为了它第二这个步骤是吧 对对对 为了过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是 呃 也是压花 但是中间那个压花 它分两个 分两分两两个压花 中间一个 然后外面一个 所以刚刚第一 那一个是外面 中间 哦 刚刚那个 第一个是中间 对 压中间压花跟别人调的 然后这个是压边的 这个是压边的 对 压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压了就切嘛 切刀 这个是切刀 啊 切切多余的部分 对 切多余的部分 所以我们 拉出来 这个是用了多少 可以多少瓦的超深光 也是15 可以2600瓦的 那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绿色的 这个是 绿色 不 这个 不不 这个 这个啊 这个是另类的感应器 第五位感应器 对对对 因为木的色标嘛 它可以感应到 色标 对 色标 另类木的色标 啊 这样就会更精准一点 对 更精准一点 所以刚刚那个是第一次 硬花和切切刀 然后第二 这个是第二次硬花 和切 因为鱼形它分外面 液花和里面液花 哦 OK 那我们这个是鱼形口罩一个翻转啊 对 翻转机构嘛 那如果就是客户想要类尔的话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翻转了呢 对对对对 这不是翻转 就换一下这个翻转机构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翻转机构 是用的布禁电机是吧 对 布禁电机 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哈尔部分 那我们哈尔部分 我看我们嗯哈尔部分好像要采取比较多的伺服电机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嗯 那这个呢 这个电机是要干的 嗯 因为控制这个拉尔线的 对拉尔线把它拉出来 啊就把它从这边拉到这边啊 那边也是一样 那边是一样 对有两个嘛 两两个两遍 那 然后呢 这个伺服就是说那个啊 它拉出来之后 然后这个伺服就控制把它夹起 夹起来 把它呃 线那个线夹起来 啊 放到这个汉头这里 啊 然后这个汉头这个伺服电机 再控制往下压 啊 对 然后就汉上出厂那个厂层顶的 啊 啊 所以每个夹子都需要有一个伺服电机 是吧 那这个是 这个伺服电机是不是理解为它就控制左右呢 就是这个伺服电机 这个夹子左右 对控制左右左右 左右摇摆啊 那边也是一样 那边也是这样 对 同样的 那我看这上面还有这这个呢 这个是控制那个汉里的 往下压压里的那个 哦 第一个是控制汉 汉柱的部分 对汉柱 我们控制汉柱 往下压压 然后第二个呢 我看这个第二个是控制这个 夹子 夹子的上下 哦 夹子的上下是吧 夹子的上下 夹过去之后它还要压下去 对对对对 还往下压 然后在那个汉头再往下压嘛 啊 所以我看这里总共就用了八个伺服电机 九个啊 还有一个是在吊盘底下 吊盘底下 吊盘底下这个吊盘带动的嘛 啊 啊 啊 那我们范尔神的地方是用的不定电机 哦对 哎 我看有些是用的调速电机 这有什么区别吗 调速电机的话 它就没有布置那么稳定 啊 对 它调速的话 它是根据那个调速器来啊 来调的嘛 我们的布置呢 是根据这个控制的嘛 哦 那我看有些也用定速电机 定速电机啊 就它容易就定在一个速度了是吧 对对对 它是定在一个速度 我们这个可以改的 这个速度可以调的 布置的话可以调快一点 或者调慢一点 都可以调节点 对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 是用布置电机会比较方便 对对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 这个部分是一个质 质 对 这个像 它这个也线过来了 对不对 过来这里 那到到这个折 呃 机构里 然后就往下压 压了就直接这个 压下去 这面后就叠起了好快一点 然后 你可以 还用包装机 这个是个热折 对热折 折完之后 它就到传送袋了 真的 我们要出来 这个三点 它就这样折回来了 真的好看一点 那这样的话 连接包装机 是不是更好包装 对对对 要不你员工的话 你这样子 它没有折 要折 它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你还要员工 把它翻过来 才能放到包装机 但是你这样 一二十二之后 它就不用人工折回 折折回神了 这几个出来 就是这样子了 哦 出那边 那我们看一下电箱吗 嗯 好 一二十三个部阵 九四伏五个六部阵 六个部阵 哦 对 就是我六部阵 这个是脉冲结构 还是 还是总线 这个是总线 这个是总线结果 对对对 总线结构 所以它会快一点 对对 总线的是比较快 我们超声波 我们也看一下 超声波是吧 是什么品牌的超声波 是看 这边 这边是吧 对 亚超 我们用的是亚超 哦 亚超超声波 我们用的都是牌子的 那我们哈尔部分用的是 哈尔部分用的是亚超 多少k多少瓦的 这个是二十k 两千瓦 二十k两千瓦 对 哦 是主要是用来看 五个的 对对对对 OK 那我们看一下 哦 这个还放在外面是吧 对 这个还没 因为这个还可以放在里面的 我们已经放在外面 还没装进去 还没装进去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硬化部分的 对硬化部分的 15k 2600瓦 对 这个是第二个 15k 2600瓦 那我们机器的总体介绍 就是这样